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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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说 我是零零后 高三学生 在教室里忍不住掉眼泪 我开始思考高考的意义 学习知识的意义 其中一点或许就是 让更多的人成为照亮共和国光明虔诚的星辰 还有网友说 我们的民族能够延续 英雄不断涌现 我想最难得可愧的就是许多像元老这样的国之大者在我们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 这里种子的意义就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的下一代和下成良不断延续 做一个为心中理想而奋斗学习的国之大者 最好的信念是传承这份精神 就如网友所说 以前觉得只要他们活着 甚至都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就永远有底细 反正还有他们在 但现在他们累了 我们要把新火传递下去 把担子挑起来 等到去见他们的时候 我们也能仰着头说 我们没有辜负 我们继承了光 元老 未来中有新一代的继承人 前路无忧 请一路走好 未曾谋面 去蒙其恩 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送别元农平呢 谁知盘中餐历历皆辛苦 这几天网友们纷纷晒出光盘 表示无以为报光盘致敬 以此来怀念元老 一周一范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力为奸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能忘了 今天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来纪念元老 或者是你对节约粮食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互动参与方式已经在屏幕的下方了 我等你来分享 好 收听下我们新闻继续 下面我们来关注我省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5月23号的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为沈阳市报告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522大连轿车撞人逃逸案 5月22号中午 大连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一辆黑色轿车在人行行道内撞击行人之后逃逸 造成多人伤亡 23号下午 大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522案件有关情况 2021年5月22日 11时40分许 犯罪嫌人刘某 男1989年出生 理发师 驾驶辽碧63N16黑色轿车 沿中山区武汇路由西江东行驶至劳动工员北门 人行步道丹马县处将多名行人撞倒后 继续行驶至武汇路与解放路交配处 追尾一辆相识货车 随后汽车逃逸 13市区 刘某被警方抓过 警方查明 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投资失败报复社会 驾车突然加速冲闯红灯 截至目前 该案造成5人死亡 5人受伤 伤者情况稳定 正在进一步治疗 经检验鉴定 排除犯罪嫌疑人刘某 酒驾 醉驾 服务 服用 精神论 药物 和精神病史嫌疑 其出案时头脑清楚 思路清晰 选择出案地点目标明确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 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安情绪 被公安器官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本台报道 好 说明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 选手遇难事件 22号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遇极端天气 据越野赛失联救援指挥部的消息 截至23号9点30分 本次赛事中的最后一名失联者被找到 但已无生命体征 本次事件共造成了21人遇难 昨天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失联救援指挥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甘肃省白银市市长张旭辰表示 该事件是一起因局部天气天气突变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 甘肃省委省政府已成立事件的调查组 对事件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这起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 时间回到22号 由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举办的2021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 在黄河石林景区举行 据组织方公布的信息显示 比赛参赛人员接近1万人 其中有172人参加了百公里越野赛 当天下午1点左右 百公里越野赛高海拔赛段20公里至31公里处 受突变极端天气的影响 局地出现了冰雹 冻雨 大风灾害性天气 气温骤降 参赛人员出现了身体不适 湿温等情况 部分参赛人员失联 比赛当即停止 当地立即组织多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 但由于赛道内地形地貌复杂 加上夜间气温下降 很多地区的通信信号很差 都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最终有21名参赛者遇难 那么比赛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央视记者采访了参加比赛的一位选手 罗静 我们来听听她的讲述 参赛的途中之前还好 是到参赛应该有了四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 反正是上了一段之后 我们就发现有人开始下车 然后当时就觉得挺奇怪 跟他们一聊 他们说太冷了 然后你会发现 这些人都穿的是短衣短裤 基本上没有更多的防护 所以他们就开始都下车了 而且再往后走 就发现有一些走路晃悠 还有包括绳之不轻 还有相扶着 然后浑身发抖的这样子的选手 相拥着一起往下撤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这个状况是越来越糟糕的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几个选手 状况还好的 他会跟我们描述上面会怎么样 他说赶紧下车吧 在这一次事件当中 大批的参赛者都出现了 失温的情况 那什么是失温 又有哪些危害呢 简单来说 失温就是体温低于正常值 人会逐渐随之丧失意识 甚至是昏迷死亡 失温并不只有在 极寒的环境当中才会出现 风 冷 湿 是他的三大主要帮凶 失温的各个阶段 和表现分类大体一样 一级轻度失温 会出现颤抖 心率升高 排尿变多 呼吸频次升高 肌肉不协调 盘跚 行为异常等等 二级中度失温 出现恍惚 颤抖减少 甚至是消失 虚弱 思维麻木 智商降低 口齿不清 记忆障碍 视觉障碍 心率不齐 瞳孔放大 三级严重失温 昏迷 神经反射消失 对疼痛没有反应 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 低血压 可能出现心事鲜颤 患者无法出现 自主调节体温 四级致命阶段 肌肉僵硬 很少能够察觉到 心跳或者呼吸 很容易出现心事鲜颤 然后真正死亡 预防失温 其实只需要做到 两个字 就是勤快 热了拖 冷了家 吃了换 所以这次事故 也是警钟提醒 各个活动的主办方 和参赛选手 在组织和参加 这类活动的时候 要考虑各种 可能出现的因素 本次马拉松的赛道 很多都是非常陡峭 海拔高度 是在2000米以上 另外大部分赛道 都处于无人区 20小时的关门时间 也有一定的门槛 如此高门槛的越野赛 为什么没有配上 高级别的保障 主办方在赛事保障上 是否存在失责呢 我们来听一听 专家的分析 在赛事过程当中 有关的运营方 是不是做好了 提前的应急预案准备 比如说直升机的准备 比如说专业的 甚至可以说是 比选手水平还高的 救援团队的准备 以及在救援过程当中 出现的这个特殊事件 的一个预案 比如说在CP点附近 有专门的人在来等候 以及有一些提示和警示 为这21位不幸遇难的选手 深表痛心与惋惜 也更应由此警醒 无论挑战什么 都请再慎重一分 下面咱们来说一位老人 沈阳以86岁大爷 喜提驾照 成为沈阳最高龄驾驶人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科目一是多少分 97 科目二呢 科目二95吧 科目三是一载 科目四是92分 怎么样 看看人家这学习的尽头 学习的成绩 科目一97分 科目二95分 科目三100分 科目四92分 大爷 你这成绩有点凡尔赛啊 真是一般年轻人 都比不过你啊 好了 接下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我们送别元老 下面还想和大家说一说 元老生前常去的一家小理发店 老板曹小平听到 元老去世的消息后 一直无法接受 因为他一直在等元老回来 再为他理一次发 2003年的9月 曹小平的理发店 在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附近开业 这间面积仅有10平方米 距离元老家步行 只需两三分钟的理发店 因为元老简发了18年 曹小平回忆 最后一次见到元老是 2020年11月30号 元老剪完发就去海南三亚了 走之前他曾跟曹小平约定 一个月后再来剪头发 他剪完头发都三亚去嘛 所以一直三亚回来 就一直剪不到人 我都没想到 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问 他说你做个什么 都说好 很突然 是啊 很突然啊 就是要求就是 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 时间的 没有就是 就这么去掉就是什么 反正他都发现 去到144就这么 十几年了 没改变过 知道吗 曹小平说 听说元老从三亚回来 就到处托人问他身体怎么样 大家回复都是好着呢 但都说见不到元老 曹小平说很想元老 想去医院给元老剪发 但没有办法进去 22号的中午 得知元老试睡的消息之后 曹小平直接关了店 趴在理发店的椅子上 哭了很久 很久 曹小平回忆说 2020年8月27号 是元老农历90周岁生日 生日前一天 元老来到了曹小平的理发店 小曹 小曹 我来找你剪头发了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元老在店门口笑着喊曹小平 那天元老穿着新衣服来理发 心情非常好 理完发开心的说 又年轻了五岁 曹小平说 元老每次剪发都特别开心 发型都是自己设计的 十几年了从未改变过 剪着剪着 元老还时不时的会和他说两句英文 曹小平听不懂 元老就会用中文再翻译一遍 说的最多的是 我又年轻了 我是老帅哥 元老真是一个幽默的人 曹小平说 元老是很重感情的人 这么多年感谢他一直光顾我的小店 他太和蔼了 没有一点架子 像我的父亲一样 每次来都笑呵呵的 曹氏名剪 平 这是元老为他的理发店提的名字 曹小平曾想出去开店 只因为元老说过 如果你走了 我剪发怎么办 所以他决定留下来继续经营 还为元老留了一个专用的理发室 可是现在曹小平再也等不来元老了 22号深夜 曹小平在朋友圈表达了对元老的缅怀 元老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朴实乌华 元老一路走好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王浩 看他那里还有哪些网友的留言 宋美元老 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 网友是一神附体的一夜 他说 他是我在教科书上认识的爷爷 他是我以为不会老的爷爷 他是我今天才惊讶的发现 已经91岁的爷爷 他是明明没有见过面 却有千言万语 想对他说的爷爷 网友山河无恙说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力 网友奈迪喊你看长歌情 他说 我刚刚有好好吃饭 但是看到碗里的饭 更想您了 此后米香弥漫 风吹起稻田时 我都会想起您 您一路走好 陶陶薄荷说 说奶奶说 他生姑姑的时候 没有吃的饥荒 他吃不好 肚子里的姑姑也吃不好 那时候 吃上白米饭 都是奢求 今天他知道 袁爷爷走了 哭得像个孩子 接下来把时间 交换给两位主播 好的 感谢网友们的留言 稍后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元老生前热爱体育的一面 好 收听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百年印记 百年印记 讲述红色文物背后的党史故事 今天让我们走进西藏军区军使馆 看那里收藏着的一把铁锹 这把铁锹呢 前端的铲头秀气斑斑 后端的木把已经断裂腐朽 67年前我们的战士和工人们 正是用这种铁锹 还有铁锤 钢签和十字稿等工具 一点一点修筑起了两条 通往西藏的天路 11万驻路军民怀着 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信念 握冰雪斗岩寒 用简陋的施工机具 在青藏高原上 修通了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 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在这期间发生过太多 让人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时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木声中 曾在铁锹坝上刻下木声中之木 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 这就是我的墓碑 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头冲着拉萨的方向 二郎山的绝壁上 战士们把自己吊在近乎垂直地面的半山腰 一人扶着赞子 一人挥舞铁锤 以每公里牺牲七人的巨大代价 硬生生地在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 西藏巴秀的怒江大桥旁 一座孤独的老桥墩静静处立 往来车辆经过时总会鸣笛致敬 据十八军后人介绍 工兵舞团一位战士修桥时过于疲惫 不慎掉入了正在交注的桥墩中 成了永恒的纪念碑 桥墩对岸的沿壁上一幅排掌跳江图 时刻画清晰可见 根据介绍当年十八军162团一个排在 怒江沟炸山开路 因古侠难以躲避炸树的飞石 待完成炸山任务时只剩下排长一人 其余全部牺牲 排长悲伤不已 纵身跳入奔腾的怒江 追随战友而去 这真的是两条用鲜血和生命铺住的天路啊 1954年12月25号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进程通车 群长4360公里的公路沿线 为驻路而牺牲的3000多名战士 化为天路上永恒的封碑 这座矗立在西藏拉萨西郊河畔的三棱形高大纪念碑 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 就是对他们最深的缅怀和永远的纪念 而如今川藏公路 青藏公路 青藏铁路 沿线机场 还有通向的游路 通村的硬化路 已经构筑起便捷高效的进出藏立体交通网 今天的百年印记就是这些 明天我们继续讲述 好 接下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发生泄漏 部分放射性物质或已随雨水流入海中 今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存有放射性废弃物的集装箱附近 曾发现不明的凝胶状物质 一度引发公众质疑和担忧 好 说听下我们新闻继续 今天我们送别袁隆平院士 袁老医生为我国和世界粮食安全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生前一直强调自己有两个梦想 河下乘凉梦和杂交水道覆盖全球梦 其实年轻时代的他还曾做过一个体育报国梦 年轻时的袁隆平酷爱体育运动 尤其是游泳和球类 读书期间他曾代表学校 去参加湖北省体育运动会 还拿到过两枚银牌 1947年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 学校挑选了十多名体格魁梧的同学 参加游泳选拔赛 一开始袁隆平因为个子太小 被体育老师拒绝 但他却在出发那天 悄悄让一名同学用自行车驮着他跟了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袁隆平当年游泳时留下的照片 左翼就是袁隆平 当看到袁隆平出现在运动会场时 老师无奈地笑道 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那一次选拔赛 袁隆平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是两个第一 并且在随后的省运会上拿到两块银牌 袁隆平体能极好 1952年在西南农业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重庆西南大学上学的袁隆平报名参考空军 打算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当时全校共有800多名学生报名 经过36个项目考核之后 只有8个人合格 袁隆平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因为战事缓和 国家需要建设 加之当时大学生本来就很少 已经参加完欢送会的袁隆平和同学们又被退了回来 虽然没有上去战场 但袁隆平仍然想着他的体育抱过梦 之后袁隆平还参加过贺龙元帅主持的西南地区运动会 结果在成都美食的诱惑下 比赛前一天吃坏了肚子影响了发挥 最终遗憾排名第四排名前三的都进了国家队 回忆起当年的遗憾 袁隆平总是打句说道啊 飞行员没有当上 国家队选拔把我淘汰了 我是没办法才选择搞农业 除了游泳之外 袁隆平最爱的体育项目就是气排球了 不管在场上还是在场下 他都非常投入乐在其中 最近几年呢 袁隆很少下场打球 每次看球呢 他要么在赛前上场开个球过过瘾 要么就是坐在场下助威 谁打了好了 他就大声叫好 碰到打糟的 他就在场下哈哈大笑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 袁隆平被选为了奥运火炬手 并且还是奥运圣火在湖南传递时的001号火炬手 跑完接受采访时 他表示自己非常高兴 希望奥运精神在湖南 在中国不断发扬光大 如此热爱体育的袁隆平 在毕业研究杂交水道中体现出的 不怕失败 勇攀高峰的精神 也是贡献给中国体坛的一笔宝贵财富 好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王浩 看看他那里还有哪些网友的留言 送别元老 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 网友有只猫叫丽夏 他说 我感觉他就是我的爷爷 他离开了 我总觉得心里边有一种空空的感觉 一闪一闪亮晶晶 他说 袁爷爷贯穿了我的童年 我的青春 从我记事起 我就知道了袁爷爷 其实小时候只是觉得他很厉害 成就很大 但是早在不知不觉当中 他早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偶像 早已经融入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里 《戎土星球》里的小梦 他说 我为我和袁爷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而感到荣幸 我吃着的是袁爷爷研发的米饭 很香 很甜 他是我从小在教科书里看到的英雄 是我心里敬仰的人 他是我心里的伟人 我以为为人会有不死之身的 我以为袁爷爷会一直在的 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好吃的米 好了 各位网友 如果有什么想要留言的 想要对袁老说的 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们一会儿再来继续分享 好的 感谢网友们的留言 说明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拍卖 近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亲手书写的带有他著名公式 一等于MC的平方的信函 在波士顿一家拍卖行 以超过1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这是怎样的一封信呢 根据介绍 这是一封爱因斯坦写给波兰裔 美国物理学家 希尔博士台因的一页首写信 由德文撰写 时间是1946年的10月26号 爱因斯坦在信函的开头写道 您的问题可以用公式 E等于MC的平方解答 而无需任何其他学识 那爱因斯坦的E等于MC平方 究竟说了什么呢 这是一个物理学的公式 是爱因斯坦最为著名的智能方程 其中E代表的是能量 M代表的是质量 C是常数 也就是光速 等于3乘以10的8次方每秒 智能方程式呢 其实是告诉了我们 能量跟质量是一回事 可以把能量和质量 当作同一种东西的 两个不同的形态 也就是说 一个物体能量 完全是跟它的质量成正比 所谓的质量越大 惯性越大 就是这个道理 咱们来说回信函本身 那此次拍卖的信函呢 是私人收藏 直到近期才公开 买方的姓名不详 之所以会拍出三倍高价 一是因为能量等于质量 乘以光速的平方 这一方程被认为改变了物理学 另外呢 全世界目前已知的 爱因斯坦亲手写下的 这个公式的只有四个 好了 咱们继续来互动啊 我也说一个跟老人相关的暖心事 说这个四川呢 有高校开设了一个新课程 大学生和老年人一对一授课 学的呢 就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办法挺新颖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就是第一次来 老年人的接受能力 还是比较快的 只要耐心一点 教都能学会 我外公外婆的手机 就是火焦的 有一段时间网上很火 有一个叔叔吧 好像给他妈妈 画了微信的一本教程嘛 看了那个新闻之后 然后我就画了一个 简单的教程给他们 嗯 你看智能手机操作多啊 这看着好像是挺简单 老人不会他紧忙活 这细心话教程 耐心来讲解 暖心去帮助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给这些可爱的大学生们 点个赞 嗯 好了 说听下我们新闻继续 5月8号 贵州省尊义市童子县 一名半岁的婴儿 在医院里经过 20多天的康复后出院 之前呢 孩子因为胆道闭锁 不得不实施肝移植手术 他的父亲呢 将自己性六分之一的肝脏 割下来 移植到了孩子体内 挽救了自己的小心肝 5月8号上午 记者在尊义复院 见到了这名躺在病床上 正睁着大眼睛四处 打亮的婴儿 或知孩子即将出院 不少医护人员前来探视 抱着可爱的宝宝 合影留念 哎呦 这个小乖乖 也好啊 金伯伯 金伯伯 看一下我 孩子乳名叫瑞宝 是尊义童子县人 2020年10月28号 出生后一个星期 父母发现 他的皮肤和眼睛很黄 之后 他们带着孩子 到县里的医院检查 医生说问题不大 2020年12月 情况没有好转的瑞宝 被带到了尊义复院 小儿普兄密外科检查 就是因为黄蛋 他那个黄腿不小 现在我们来检查了 他检查完之后 他确定的是 那个单导比数 这是一个严重危害 婴幼儿生命健康的 这样一个疾病 一般需要早期进行的 这样一个手术 就是我们所说的 隔膝手术 才能达到长期存活 但是呢 即使进行隔膝手术以后 大约有80%左右的病人的话 可能后期都可能会出现 一个进行性的肝硬化 这样的话就可能需要 肝移植才能长期存活 不幸的是 瑞宝在手术后 也出现了肝硬化的情况 并且肝脏已经失去功能 要想救瑞宝 最佳方案只有进行 亲体肝移植 肝移植的这样一个配型 比肾移植要简单一些 只要血型相同 符合输血的原则就可以了 听闻可以通过 亲体肝移植挽救孩子 瑞宝的爸爸蔡忠明 与家人商量后决定 切除自己部分肝叶 挽救儿子的生命 在医院积极开展 术前准备的过程中 蔡忠明也在按照医生要求 增强体质 等候手术时机 据介绍 瑞宝是全省目前 年龄最小的肝移植患者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院方还请来了 上海的专家团队 4月17号 蔡忠明父子被推进手术室 经过五个小时的努力 从蔡忠明体内切除的 190克左外叶肝脏 被成功移植到孩子的体内 3月付牌子这一天 6月再给牌子这一天 那么大多数肝脏 他在6月后 经常就会长回 原来的这样的重量大型 金柱医生说 肝移植手术后 不会对蔡忠明以后的学习 工作 生活造成影响 而瑞宝体内的肝脏虽有轻微排斥反应 但总体会正常发育 除了就是可能要口服一个抗排斥反应的药物以外 那么对他的这样一个人生道路上来说的话 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 他也和正常人群一样 5月8号康复出院的瑞宝一家 为感谢医院的成功手术 给医院送上两面锦旗 这真是父爱如山啊 说最近在福建厦门 邓女士70岁的父亲从老家四川赶到厦门来看她 还带来了百来金的特产堆成了小山 他从四川过来 昨天下午三点钟到的厦门 他每次的话都是要带很多东西 我们不让他带的话他会登记 我们看到他肯定是心里难受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老人家 这些东西他要准备很久 第二个的话他要一点一点把它搬到 他坐大巴的那个地方去 然后再把它一点一点搬到 这个过程我们都能想象得到 他是有多辛苦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不远万里也想给孩子带去家乡的味道 每次离家父母都会塞满家里的特产 哪怕这些在外边都能买得到 也不是家里的好滋味 但是年纪大了 沉重的爱 咱们可以用快递来表达 老人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身体才好啊 好 说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出行 来看一位不靠谱的司机 这事发生在贵州省前夕南州星义市城区 一辆轿车先是闯红灯再逆行 最后司机直接把车停在了逆向车道 睡起了大觉 警控前是5月18号凌晨5点09分 当路口的绿灯亮起时 一辆在等待红灯的轿车移动不动 直到两分钟后轿车才突然启动 而且竟然闯红灯后静止驶向对向车道 首先一名摩托车司机赶紧上前提醒 轿车才停了下来 然而等摩托车驶离后 轿车却逆向停在车道上近20分钟 直到一名好心群众上前 才发现驾驶员睡着了 于是好心人帮忙将轿车停到安全位置 据了解驾驶人刘某某 当晚和两个朋友喝了两箱啤酒 凌晨一点钟驾车回家 酒劲上头接连做出了危险的举动 5月21号 经义市交警大队民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对醉酒驾驶人刘某某 执行刑事拘留的处罚 说四川吧中的韩女士 最近发现自家床头里 总发出奇怪的呼噜声 她就用手去试探了一下 谁知在里面摸到了一条 全身冰凉的大蛇 吓得她立即拨打了119 消防员到达后 在床头靠背撕开的小狗中 慢慢将一条长约1.7米的大蛇扯了出来 小编默默地吸了一口凉气 这蛇是睡得挺香 都打呼噜了 只是这么一来 韩女士再睡在这床上 不知道能不能睡得香了 说为了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泰国北部青麦府梅珍县 打算面向接种者推出抽奖活动 每周抽出一名幸运者 赠送一头小牛 抽奖活动定于下月开始 连续推出24周 中奖者将得到一头价值约1万泰铢 约合2052元人民币的小牛 当地官员称 当地居民热情响应 预约接种人数两天内 从数百名增至数千名 这奖励真牛 说近日浙江慈禧 一女子上厕所时 不小心踩到了一只老鼠 女子瞬间紧张 待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一边还大声求救 老鼠则被踩在脚下 尝试努力挣脱 却丝毫动弹不得 网友看到这个画面后表示 应该嗷嗷大叫的是老鼠吧 说近日陕西宝鸡 在暴雨过后 路边的50多辆共享单车倒在地上 四名路过的小学生看到后 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 一辆一辆把单车扶起来 还将单车边上的枝叶挪开 经过孩子们的努力 50辆单车被摆放得整整齐齐 学校得知学生们的暖心行动后 为他们颁发美德少年荣誉 好孩子向你们学习 说最近杭州三坛音乐岛上 惊现一株双色睡帘 一半粉一半黄 据悉这个双冰色品种叫万维莎 本身是红色撒金睡帘 但其性情不定 也许还会变成其他颜色 面对此情此景 小编除了想感叹一句真美 还想说看好了你懂得 让节约成为一种习惯 让光盘成为一种风气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网友呆呆小熊136说 说民以食为先 道香满家园 不忘雪花米 多寄碗中饭 元老为民劳 元老为国先 不想民之苦 不想国有难 雨中福道起 风里不道田 怀念思元老 节约盘中 中餐 网友北城末月说 珍惜每一粒大米 就是给元隆平爷爷 最好的礼物 25度说 说希望不只是今天 明天 后天 而是每一天 珍惜粮食 光盘行动 连连的张鱼烧说 元老千古 感谢您让中国人 填饱了肚子 只有填饱肚子 才有力气做科研 您是真正的诗神 等于女孩 四更篇说 说今天中午 去了一个陌生的小馆 吃饭 不熟悉菜量 只要了一个菜 一碗饭 结果菜马 大家也知道 努力吃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